欢迎收看剧教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胃食道逆流火烧心 到底什么是火烧心 如果说胃镜照过了 都没有问题都OK 可是你一样 这个是非典症状依旧出现 喉咙卡卡的说话沙哑 这个叫做喉求症 今天这位专家要提供的是 现在最新的检测技术 我们看到这一段画面 3D的画面 叫做无限胶囊食道酸检检测 它是以导管的方式 把胶囊放到时段的末端 来进行检查 不过当然还有解决之道的 这个叫做卧室养胃法 学皇帝要勾整无忧 而且您看到了吗 它是像左侧躺 介绍今天的民意询 首先欢迎原生医院 胃食道逆流中心主任 乌文杰主任 主任你好 文宇好 大家好 美女中医师彭文雅 文宇好 大家好 副健科医师王思恒 文宇好 大家好 亦万歌姬林欣怡 文宇姐好 大家好 五星饭念主厨朱玉伟 文宇好 大家好 筋膜保健达人郑旭辉老师 文宇好 大家好 把这个导管慢慢地深入 走到这个奔门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按释放之后 它就会示意 它就会连在这个地方 只要有这个胃酸逆流 经过食道这个地方之后 就会被这个导管监测到 吃完早餐 然后就要坐着打电脑 结果消化不了 你就可以先按摩 敲打下你的胃经 整个黏熟的物质 就很像是胃的黏液这样子 我们就没有过多的调味 就是很健康 又是我们的故味的料理 我们连续做个十下 就会觉得说 好像腰的感觉比较松了 我们就做一个前弯 你可以踮脚 把手左右引动一下 把腹部太轻微有点痒 不是我伤太多 只是线索用太多 可以练感情 好 亿万歌姬 林欣怡 什么叫亿万歌姬 意思就是说 你的YouTube点阅率 超过一亿次 对 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感觉 就觉得 因为我很少上网 然后那时候有粉丝 他们就是留言跟我讲说 你的点阅率加起来 已经超过一亿了 然后我就想说 有点爽 可以再讲一次没关系 有一点开心 对 一亿次 对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一开始可以让你轻唱一下吗 可以 那时候大家很喜欢那首歌叫 等一个人 好啊 好啊 好吧 等一个人出现 拥抱着我的世界 趁着爱的面前 所有寂寞防备 一瞬间崩溃 是不是掌声一下 难怪会一亿次 清唱真的好好听 而且就是为了演唱会啊 情热身 热身什么 健身 看到你那个深蹲 还有臀推 其实臀推是最难的 我自己每个人健身 他喜欢的部分不一样 那我是比较喜欢练下半身 臀推其实练的是蜜桃臀 对吧王医师 是臀大肌 女生想要翘臀 一定要练臀推 对 脚本没有这一段 我可以秀一下你蜜桃臀吗 你的线条吗 你说我的 真的 因为它是200公斤的 臀推是 有有有 真的有 这个线条是美的 这个叫蜜桃臀 对 就是因为很多女生想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 已经不再是想要瘦 而是希望能够有屁股的形状 对 然后也不会太在意 大腿的那个形状了 就是希望说它是有风雨的感觉 不过心仪就是因为她要求完美 所以她压力很大 好像在2019年的时候 是怎么回事 声音突然哑掉 讲话都是气音 以为感冒 是要打针一个多月都没好 后来检查发现 这个叫做声带闭合不全 在家 喂食道逆流 侵袭声带 其实当时的状况是在 我刚好录完新专辑的 最后一首歌隔一天 我直接没有声音 然后我连说话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讲话 我没办法讲话 我那时候是我室友很可爱 就特别买了一个白板 让我写字 对对对 这么严重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 我是可能得了流感 或者是重感冒 我才发现原来 我已经没办法 两片声带没办法闭合了 就是我有尽量想要发声 可是声音非常哑 我不知道怎么现在怎么模拟 后来就是透过声带注射的手术家 不见 才找回声音 因为我当时候是喂食道逆流 侵蚀声带 所以我声带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不见了 来我们来看 好几个歌手都有同样的情况 这些歌手都为他所苦 像谢金燕 吞咽卡卡的说有异物感 吃东西的时候觉得卡在胸口吞不下去 卢广仲也是 他说胃酸烧到喉咙 没有办法发生了 跟你好像 然后这个叶爱玲 爱玲姐应该是最严重 她是睡觉的时候吸不到气 惊醒 她觉得睡觉很像有人 窝住你的嘴巴会突然惊醒 主任他们有共同点吗 有啊 他们第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们都是歌手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啥 其实一望歌后他也是歌手 所以歌手很容易 未知到你有的症状 第二个就是他们都在这样 年初巨蛋演唱会前 2019年演唱会前 我们金长歌后 这个是双金演唱会 跟蕭黄旗金曲歌王 在办演唱会之前 会发作这种 未知到你有的症状 胸口闷 那原因其实很简单 有四大原因 第一个一定是压力过大 压力又是排第一名 压力一定是最大 因为当在开 开这种演唱会的时候 这个无形的压力 会造成这个消化不良 瘴气 有些有人会胸闷 后来会卡卡 担心自己 或者说这个没办法表现得很好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饮食 在歌手在准备演唱会的时候 一定就是 他的饮食上 没办法很正常的吃 再三就是说睡眠的问题 他睡觉一定会比较不好 没办法正常睡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他们在唱歌 一直在练唱练唱 他们在丹田的用力 在挤压之后 也会把胃酸 把它刺激 往上冲 刺激到咽喉 影响到喉咙 所以在演唱会的时候 通常就是歌手 好发 味噌女友最常见的 当然最重要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演唱会 也是有宣传的效果 好 我们要来看症状 而且这个症状 要非常非常的留意 非典症状说 我喉咙怎么了 老是觉得卡卡的 喉咙卡卡 说话沙哑 播新闻之前 你怎么咳 他都 那个痰就会一直往上飙 原来这个叫喉求症 对 其实典型症状就是说 它是应该是味噌女友 八九成不离死 所以我稍微闷热感 有东西反除 到喉咙再打吞下去 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味噌女友 没问题的 但是非典型 就是它大部分 不是味噌女友的问题 很多股市专家 教授 医生 甚至董事长 他们会觉得 一直想要轻毯 对对对 总觉得有东西 卡在这边 轻不掉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喉求症 这个大部分的病人 是因为压力的 饮食的 到少部分才真的是 味噌女友的引起的 对 第三个就是口臭跟打嗝 喷门口如果是比较松弛的 胃的气体 它没办法被胃食道 喷门食道的肌肉给缩住 气体往上冲 你就会常常闻到说 嘴巴都会有 前天晚上吃的味道 今天前天晚上可能吃牛排 今天昨天吃什么 或有那个臭味 24小时还闻得到 然后比较抱怨都是 太太带先生来的 就是说 虽然你旁边真的很痛苦 最后就是打嗝 打嗝心仪有经验 对 对 我是吃饱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 都还会再继续持续地打嗝 因为打嗝是很正常的身体反应 当你胃胀起来吃太饱 或是说你消耗不良的时候 它就会打开来 打嗝会随着负压的用力 它也会把胃里面的 胃酸食物等等往上冲 所以它可能是压力型的 它也可能是胃的消耗比较慢 胃食道女友是它的结果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格案 71岁的男性 2017年他胃食道逆流 脉性咽喉眼反复地发作 后来他做胃镜被告知说 这个叫做巴瑞特食道病变 一公分接受治疗 半年做一次胃镜追踪 2020年不幸在食道 接近奔门地方 长了食道腺癌 所以你看这个标题 火销心当心烧出食道癌 对 其实胃食道女友有试不取 从胃食道女友的症状 第二个就会食道发炎 第三个就走到巴瑞特食道病变 就所谓的癌前病变 最后食道癌 我们这胃镜之后发现说 其实这一块 这个是食道的黏膜 这个是巴瑞特病变的地方 然后这是胃的地方 其实它病变的地方很小 才一公分不到 我们一般医生都会说追踪就好 但是它不到一两年的时间 它就产生像溃烂白白的白斑 就是这里 这个白斑的样子 很压抑的切片出来 这种凹凸不疲的地方 切片成真的是癌症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很好它是早期发现 因为它只有半年就追踪了 所以我们用胃镜的手术帮它做治疗 它就好了 所以不要轻忽这个胃食道癌瘤 其实就算它规则的在治疗 服药检查 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观众朋友 主任今天带来的是最新的检测 无限胶囊食道酸碱检测 它就是一颗无限胶囊 它其实就跟我们的橡皮叉大小一样 真的真的 让大家看一下 就好小一个无限胶囊 在麻醉睡着的情况下 那我们会这样把这个导管慢慢的伸入 往前伸入 然后它会一直往下走到这个 奔门的地方 就是胃跟食道加进口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按释放 释放之后它就会 肆意它就会连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只要有这个胃酸逆流 经过食道这个地方之后 就会被这个导管监测到酸的变化 强酸PH值的改变 然后我们可以测试它的时间 你的胃酸逆流的时间怎么样 还有你觉得不舒服的当下 是不是真的有逆流 它跟胃镜有什么不同 一般是说胃镜照过OK没问题 建议它可以做这个检测 对 因为胃镜看是看有没有伤害了 但是很多胃酸逆流的病人 它基本上还没到伤害那么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像就要放这个检测 连续的监控 四天 它这个叫做的检测 是跟他96小时 四天了这么久 你可以正常的吃饭 工作睡觉 甚至做重训 它都可以看到你平常的样子 所以它是资料 透过这个胶囊 会传输到 对 然后你会带一个 像手机一样的大小的盒子 放在口袋里面 会背着 然后之后 这个胶囊自己就会排掉了 然后那个 那个记录器 就会带回来 我们来帮你做分析 有一段画面 3D影像主任来解说 热射屏奔门紧作数 它的原理是 好 我们先看 喷门紧作数导管进去 然后在喷门口的地方 去这个肌肉 伸出四根针一样 每个针扎到这个肌肉层 然后一直扎针 扎针之后会做加热动作 加热到85度C 让这个肌肉受到热的刺激 发炎 肿脏 然后这样总共 扎了几个针孔呢 总共56个针孔 对 56个针孔 因为它在那个 奔门口的附近的肌肉 全部都要扎到针 拿它做加热 垃圾品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气球 在喷门口这个地方 也在做扎针 然后每次一扎针 大概加了一分钟而已 所以它不会说 因为它有经过设计 它比较不会说 肌肉扎到外面去 不会 它就扎到肌肉里面 然后过个时间 四个月半年之后 肌肉就慢慢的增后 就又有弹性 又不会狭窄 好 美女中医师 彭文雅医师要出书了 她要送书 叫做中医碎食养生力 我们拜读过了 你看这么多没批 好 其中这个231 也会讲到多 这个胃酸过多不足 你要吃对早餐胃就好 然后讲到说 胃食道逆流 你可以按内关穴在哪儿 对 跟今天主题很配合 所以如果民众 有那种轻微的 胃食道逆流 或是你已经好 可是你想要保健 你可以透过穴位的按摩 那方式呢 就是像我这样子 手往上举 然后在晚恒纹下 你可以用力 有的人会有两根筋 他的这个位置在正中央 然后是恒纹下三指的位置 正中央 然后你就放手再按 然后配合呼吸 按 吐 按 吐 连续三分钟 我们有实验发现 这样按摩内关穴 它可以舒缓我们平胃 就是会有那种 肠胃舒缓的这个效果 所以你很容易紧张的人 或者很容易因为紧张 而胃食道逆流的话 你就可以试试看 紧张的时候 按你的内关穴 它可以缓解你的情绪 所以你要演唱会之前 内关穴就出来按一按 这个好方法 对 可能那一周就开始 可能有需要 这个个案是50岁的父女 她老是胸门心悸 她一吃饱就没办法呼吸了 血压很高 后来通过这个中医的舌疹 发现她的舌苔是又白又厚 这是寒湿体质 中医调理脾胃 治好她的胃食道逆流 所以这个是寒湿体质 对 大家可以想象 中间看舌头就是像肠胃这样子 所以这边有个图 就是我们看正中央的部位就是脾胃 然后旁边是肝胆 前面是心肺这样子 所以她舌头伸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先看她的舌质是红色和白色 红色就是循环很好 那白色就是像那个冷冻裤 那个冰箱上面结霜 所以它里面就是很寒的体质 它的舌头表现出来就是白色的 上面一个厚厚的舌苔 那它如果是这种寒湿体质 然后告诉我经常会胸闷心悸的话 我就会跟她讲说 那你除了心脏的问题 你可能要调你的脾胃 因为你的脾胃如果有问题 那你的药物吸收就不好 再来就是你的心脏的问题 跟血压跟胸闷情况 都没有办法获得改善 所以她反而是要吃一些像生姜 或是一些去湿的食物这样子 舌头有齿痕 哇 这要仔细听 到底这个齿痕是说边边吗 对对对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 有一颗牙齿的痕迹 对 舌头应该就是圆圆的嘛 怎么它边缘会这样波浪状 不太规则 其实就是说你的舌头很软 根本就没有气 就像没有气的棉花跟枕头 你躺上去整个就是一个头的形状 那牙齿的痕迹就是印在上面 那没有气的舌头 代表是一个没有气的脾胃 没有气的脾胃就是 你吃东西 你根本就消化不良 你吃两口就饱 一下子又饿 所以就没有体力 然后一饿就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你的营养永远就上不来 蛋白质缺乏就是这样子来的 你就是吗 请上座帮你准备 我们先看一下心仪的舌头 来 好 然后看一下 果然你看 哪里舌头成长一点 这里是不是有牙齿的痕迹 看得到吗 有 有 真的好清楚 边边 对 很清楚 这颗 牙齿的痕迹两颗 好所以你有两颗牙齿的痕迹 所以脾胃这么虚弱的话 你真的没有办法一次吃太多的东西 可是中医的脾跟胃是分开的 胃就是一个带子 它是收纳 脾是韵化 所以你装了之后你消化不良 怎么办 人体有个叫做胃筋 胃筋 它是走 竹阳鸣胃筋 竹阳鸣胃筋 所以它是身体一条很长很长的筋 如果从头走到脚 而且是走人体的正面 所以它其实是从这个眼睛下面 所谓黑眼圈的地方开始 所以如果你胃食到逆流 或是胃筋有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你表现在脸上就是 脸色还没有光泽 然后看起来就是气色不好 但是你的黑眼圈就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胃筋从这里往下 一直经过我们的身体的正中压 然后到脚 我们平常可以透过胃筋的按摩 因为中医对于筋络巡行 一天24个小时 在每个时段有不同的筋络巡行 胃筋就是早上7点到9点 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是上班的时间 我们可以向行行行坐着 坐着的时候 我刚才已经讲过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走法是从头走到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敲敲我们的大腿的前侧 让它走前面 对 从上往下敲 为什么 因为胃筋是从上往下 你让它可以胃气下 因为你一直坐着 它就是会累积在这边 经络循环就不好 然后走到膝盖的时候 就是小腿变成是侧边 所以就 1 2 3 4 5 6 7 8 然后2 2 3 4 5 6 7 8 然后就几次循环 对对 几次循环 就是你觉得吃完早餐 然后就要坐着打电脑 就是消化不了 你就可以先按摩 跟敲打下你的胃筋 同时呢 加强一个穴位叫做毒鼻穴 毒鼻穴 对 毒鼻刚好是我们的膝盖 外面这个凹陷的位置 很好找 在这边 对 凹陷这两个位置 因为刚好是一个转折 我们知道身体转折的地方 都是筋络的气血 容易会堵住的地方 所以这边可以轻轻按摩 就是把掌心搓热 盖在上面 膝盖如果温暖了 你就会觉得肠胃好像不会觉得 一冷就会痛或者是循环不好 这样子 我要请郑老师教的是筋膜放松法 老师15年以上的筋膜放松的资历 还有专业瑜伽老师斜杠青年 我挑林欣宜给你了 欣宜有请 江欣宜 好 运用的是一颗球跟毛巾 家里都有 对 你可以把毛巾 然后尽可能把它卷紧一点 对 把它卷紧一点之后 再把它晒进去 当然这晒可能要点时间 所以我已经先晒好一颗在这边 所以它是有点硬的 对 那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种有弹性的这种 玩具球也有 如果都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把手 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等于说我们会用指腹的这个位置去操作 OK 那我们先找一下我们要操作的位置在哪里 等于说我们吸气的时候 你试着收小腹 那这时候你肋骨的下缘就变得非常的明显 那等于说我们操作的位置就是在肋骨跟肚臍的这个中间这个区域 那我们可以先从右边开始 如果说位置刀拧流人来讲 你直接按在左边可能压力会太大 那我们先找到位置之后呢 我们不用用手用力去压它 因为这样很累 那我说我们就做一个前弯 你可以踮脚 然后把它压紧就可以了 那你在这边可以透过先吐气 然后放松 让球或工具融到你的肚子里面去 然后再来吸气 试着轻轻的推 把肚子张开 推那颗球 然后吐气放松的时候 左右移动一下 把手左右移动一下 把股部的轻微有点痒 还要踮脚 那再来做一个吸气 同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做五到八个呼吸 然后再来解开之后我们就换边 做这个动作之前要先克服痒这个问题 那这等于说在轮轻紧张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腹部的压力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试着帮自己按摩一下 这道固味料理叫做繁星点点 你名字上面还是写猪大侠 对啊 这是猪大侠 就给自己的名字 就是有一个艺名这样子 是 没错 好 繁星点点秋葵白山药 对 其实这都是固味的料理 那再来就是苦茶油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人 其实很喜欢吃苦茶油 因为苦茶油对味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用苦茶油来做这个料理 那其实我们就用的很简单 就是用一点点的黑胡椒跟盐 然后都是一些很好固味的食物 而且它颜色很多 是 没有错 我们现在讲求吃就是五色食意 五个颜色然后吃的一个艺术 那像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就准备了白山药紫山药跟我们的南瓜 那我们就是依序把它放入里面去烫 你的山药是故意切这么细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如果说要顾味的话 我们切碎一点 小一点 其实我们在消化的时候会更好消化 好可爱 好像女孩末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全部都切大概0.2左右的大小 0.2 0.3 那我们现在只要把它放下去 都把它全部放下去烫 繁星点点 对 对 对 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点 那我们的秋葵 其实我们就把它横切面的 它就像星星一样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全部都把它 这个是山药 对 这是紫山药 对 那我们这个就是白山药 我们就全部 起得好小好可爱 对 我们就全部把它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 那我们就先烫 烫得差不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甜椒其实很快就熟了 我们甜椒最后再放 对 我们甜椒最后放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 对 那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就放我们的秋葵 秋葵 是 我们就放秋葵 秋葵是对味很好 对 因为它还有一个黏液 刚讲这个 这个胃食道内有体质分很多种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就是 胃比较虚弱的 多吃一整种秋葵 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 同时山药它是补脾气 包括说像一些番薯类也是 所以如果你是容易气虚有齿衡的 其实除了吃那种人参 会胀气这种比较高贵的食材 像山药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紫苏 或者是一些番薯 也都是很好的食材 金鹏医师还有一道方子很棒 观众朋友一定要拿相机拍下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佛手甘茶 佛手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它长得像一个佛的手 其实是一个柑橘类 它就是一只手 它就是长完之后 它的皮跟肉会分开 所以很特殊 所以它闻起来会有比较浓稠的 这种柑橘的味道 其实是很芳香的 芳香类的药材 在种人来讲都是芳香化镯 镯的话就是一些湿气 或是一些瘀等等 所以它可以让味气上腻的情况 获得改善 我们这里面的成分就包括像是 薄手甘 广橙皮 紫树叶 根质甘草 如果觉得广橙皮的味道比较重 你可以换成像今天这个橘皮 它整个味道就是会很清香 我们会建议所有的药材 然后加1000CC的水下去煮就可以了 好 白星点点是不是好了 是 我们现在只要把多余的水沥掉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容器里面 它那个就是秋葵的黏液 对 所以它过滤起来 就是整个黏稠的物质 就很像是味的黏液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要把它稍微破滤一下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 我们要装的层器里面就可以了 你的层器是什么 这个我们用的是芋头 芋头 是 芋头 芋头我们把它切成细丝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小的碗 然后拿去炸 所以看到这个食材里面有芋头 你是把它炸成一个小皮 对 其实芋头对我们的消化道 也是非常好的 对 好 这道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料理 真的是非常容易做 秋葵白山药 南瓜 紫山药 红甜椒 对 苦茶油 黑胡椒 是 我们就没有过多的调味 就是很健康 又是我们固味的料理 其实很多人不太爱吃秋葵 不太敢吃秋葵 是因为它太大根 对 如果我们把它切成这样小小的 其实你看它是很漂亮的 好漂亮 对 就是我们有很多个颜色 来 吴医师觉得这道料理如何 我觉得超棒的 其实我已经饿了 那个胃本身那个黏液 秋葵黏液吃进去之后 它就像在胃帮它上了一个保湿乳液一样 所以像有些胃的伤害的病人 吃这样这道料理一定会非常好 那我个人也是满喜欢这道料理的 但是我自己因为不会煮饭 我都去外面买南瓜糖 南瓜糖 对对对 我觉得南瓜也是满有效的 因为它比较浓 比较浓 然后再来就是它维生素A 可以帮助伤口修复 再来就是它有很高的纤维质 可以帮你排润肠 让你的大便比较顺畅 所以我认为秋葵那道菜应该是我首选 但是如果我不会做菜 我可能就买个南瓜糖 好好的氧味 听我的声音 有点轻 其实讲话开始有点难的 就是我核心在用力 我的安全帽是卡在车轮 他们说我这样子说 叫救护车 我就晕倒了 布鲸柯明依自己也有说不出的痛 骨盆不振啊 可是我要先问心仪 怎么回事 就是好几年前 曾经发生一次重大的车祸 所以说你的命 自己讲是捡回来的 我觉得我当时候真的是捡回来 因为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然后大家都一定想说 夏天一定要去海边嘛 那我就往台湾最南部去 墾丁 然后一大早大概七点多的时候 我坐了一台摩托车 骑在路上 那因为我骑车速度是不快 我大概就是三 那时候路上就大概四十 可是因为我本身很容易贫血 所以就是骑到一半 突然间我的视线渐渐的看不到了 对然后我就急踩刹车 可是来不及 因为我前面刚好红灯 我前面有一台轿车 我就直接撞上它后保鲜杆 然后我发现 我就把我那个安全帽 我想说我的头怎么没办法动 我就把它脱掉 然后我那时候安全帽是四分之三照的 然后我一起来就发现 我的安全帽是卡在车轮 然后我站起来我就说 我就 他们说我这样子说 叫救护车 我就晕倒了 他们说 就是路边 路边的人 他们就一直在救我这样子 一直在唤醒我 因为我整个眼睛是张开 但是我人是没有意识的 后来膝盖痛啊 什么痛都出来了 都有 来医师告诉大家 就说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长期的坐姿不良你 是你 是 你怎么会这样 你是不见科医师 没有 那个医界都说 你是什么科医师 就得那科的病 有…有这样说 我真的什么妈妈手下悲痛 什么都来过 真的啊 真的… 你是坐姿不良是不是 对 就是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就常常回到家 就觉得左边的腰 就好酸好紧 都弄不开 我尝试用网球 或者说我们那种筋膜放松球 在这个我们下背的地方去做滚 滚完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比较放松 可是隔天一上班又紧起来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我就一直观察自己的姿势 我发现我在电脑前面坐久了 一开始还好 可是到最后都变成这样 就歪一边 哎呦 我的重心都会放在右边的屁股上 左边的屁股就变得有一点点悬空 那当然下梁不振 上梁也会歪啊 所以就变成我的脊椎 也呈现一个C字形的弧度 这边的肌肉就紧起来 这边的肌肉就被拉长 所以我就找到了 原来是因为坐姿不振 造成骨盆歪斜 所以让我长期有这个腰酸的问题 我就用这两招 一个方式就是我用坐姿呢 去做我们左边下背的伸展 这个姿势可以把我们这个叫腰方肌 把它做一个伸展 伸展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加强 我们要把另外一边这个被拉长的肌肉呢 想办法让它加强 那我用的方法叫侧棒式 用我们的手撑地 然后加强我们右边的腰方肌 这样子做一个调整之后 真的很快我的腰就不酸了 而且骨盆到底正不正 王医师说伸出你的手 来有请心仪 因为这个叫做四根手指检测法 这个很受用 是 所以我们拿出我们的四只手指头 食指跟拇指 我们的食指呢 放在我们的骨盆前面 大概我们皮带的高度 我们去摸一摸 这个腰的前面两个骨头 会有个凸起的点 这个我们叫骨盆的脊 骨盆的一个三脊 我们摸到这个点之后呢 再伸出我们的拇指 去摸到我们腰的后面 大概也是腰带高度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摸到 明显一个骨头凸起来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有四个点了 对不对 我们就手插腰 然后不要动哦 要插腰 那我帮心仪看一下了 所以我们从后面看到 心仪两只手指头 这个高度大概是一样高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后面的骨盆 它是平的 它没有做一个旋转或一个歪斜 那我们颈心仪转90度 我们侧面的话 通常正常会看到前面的手指 会比后面的手指再低一点点 我们正常的骨盆 就是会有一个往下 下坡的这个感觉 那如果这个下坡太陡 就会变成一个骨盆前颈的姿势 那我看心仪的这个角度 算是在正常范围里面 所以没有骨盆前颈 那我们转到正面来 也是一样的看法 我们两只食指摸的这个高度 大概是成一个水平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正面的这个骨盆 也是一个水平的状况 没有产生骨盆歪斜 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到医院 请医师开这个X光来检查 但是我们这个四只手指的方法 可以在家做检测 好 两招就是刚刚你自己救自己的 骨盆歪斜自己就第一个放松左腰的肌肉 好 那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左边的腰紧 所以那个时候给自己的处方 就是我们把左手往天花板顶 好像要顶住这个垮下来的天 然后呢 我们右手稍微撑住地面 然后把左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撑 好像要用力去顶那个天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左边下背有没有 有一个很拉紧的感觉 其实做起来蛮舒服的 然后我们维持10秒钟 然后我们放回来 连续做10次之后就觉得 啊 下背终于松开了 一整天的疲劳解除了一半 但是还有另外一半 我们要做一个加强的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改成我们右边的手呢 我们来撑住地面 棒式 这个叫侧棒式 那比较简单的版本 是我们的膝盖乘90度 用膝盖呢 跟手肘的力量 把自己撑起来 欣宜做得很好 欣宜这个是做进阶版的 这个是比较高难度一点点 我们把脚伸直 然后用脚跟手肘的力量 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 这一样维持10秒钟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复健运动 我们不是要比说 谁可以撑比较久 我们10秒钟就可以放下了 这个很重要 有些研究发现说 我们一个肌肉 连续收缩10秒钟之后 它会缺血 所以对于要解除酸痛的人 我们不要让肌肉缺血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10秒钟 一样10秒钟 我们不要让肌肉 变成缺血 好 然后我们再下来 这个叫做式动态核心训练器 是可以帮助骨盆部位的 是 我们可以请病患 就坐在这个坐垫上 因为它是有一个旋转的 一个滑的这个轨 所以我们请病患 在上面一样做一个 顺时钟的旋转 这个摩擦力相对来讲 低很多 即使是比较年长的患者 也能轻松的学会 我们顺时针转完之后 我们再改成逆时针转 我们连续做个10下 就会觉得说 好像腰的感觉比较松了 原本紧绷的肌肉 就会比较放松 我们请欣宜做一下 逆桃臀 林欣宜 好 那我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坐垫一起跟着坐 来我们先顺时针来转5下 如何 欣宜的感觉 其实有一点需要专注 因为如果放松的话 我会整个身体这样 就跟着转 这个就比较不理想 我们不要身体转 我们只要骨盆转就好 做这样的动作 可以把我们周围的筋膜 伸展开来 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其实做了一整天之后 来连续做个10下 真的很舒服 它仰赖的还是核心 核心出力 好 王医师今天带的这个叫筋骨棒 它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筋骨棒放在前面 我们两手 然后我们左右的往旁边晃 这样子哦 那正确的来讲 你看我的身体是几乎不太动 只有这个筋骨棒在动 那你听我的声音 有点轻 其实讲话开始有点难了 就是我核心在用力的时候 讲话其实不是那么顺 那这个是一招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筋骨棒水平 然后我们上下摇 我们请欣宜来试一下 好 请唱一首歌 要讲话都会有点难哦 诶 不错哦 不错 不是我 想太多 只实现所有太 可以练感情诶 会自动抖音有没有 是 发现它的那个 很容易那个 没有那么稳定就是 对对 它要摇到一个频率 它才会晃得比较大 所以它表现不错吧 不错不错 对 以第一次坐的人来讲这个很不简单 对 老师有时候坐骨神经痛是筋膜太紧 所以我们要放松大腿的筋膜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滚筒 那这个可以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就可以操作 你可以在椅子上 然后尽可能选这种体积小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摆在的大腿 就是从臀部开始往下到大腿这边可以选择四个位置 那按压之后呢 你就可以试着左右去转它 哦 对 那左右转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腿 我们的肌肉是立体的 所以当我们在转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角度 那找到可能觉得外侧比较酸 或是内侧比较酸 那停留之后呢 你就可以试着把脚伸直 透过肌肉主动的收缩的时候去按压我们的肌肉 对 所以整个大腿就可以分四个阶段去操作它 那每一次操作的次数呢 大概就是十下左右就可以了 那当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试着 一样是在椅子上面 然后让小 就是脚踝 是全空的状态下 然后用 夹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譬如说一样 如果体积够小的话 这边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去操作 当我们按压 压紧 不要压太紧了 大概六分就够了 那压紧之后 你就可以试着把你的脚勾起来 踮脚尖 那像刚刚中医师讲说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按摩我们的穴道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用揉按的方式 它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水道的铜条会更好 心理的胃在这里 所以它的东西 胃酸 食物 它就比较不容易直接腻上来 老师腰酸背痛原来是膀胱筋塞住了 它腰痛 痛到没有办法久站 后来说是腰部的湿气太重 对 其实它是一个22岁的大学女生 那大学女生怎么会有腰痛的问题 我就仔细地问她的状况 然后一样终于来就看舌头 这个时候生出来就是像冰箱里面那个白色的 厚厚的湿气很重的时候 就有发现在外面租房子省钱住地下室 然后那房东也没有提供一个床 他就睡在一个草席那种地上 然后这样子就经过了两年的这种住宿生活 他就开始觉得腰痛 他完全不知道是地气引起 以及就是湿气 它是这种湿气上升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人体的经络 膀胱这个经络就是水道的通调 所以膀胱经络就是在背部 从脖子后面一直一直一直到你的脚底 所以我们可以先来 就是把这个沉山穴的位置做一个按摩 有请朱大侠 那我们请你背对就是后面 这个沉山穴的位置其实非常好找 它就是你把脚尖垫起来的时候 你两个斐腸肌的这个焦点 要再垫高一点 要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好 垫高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沉山穴 所以你可以就是放松然后踩地 然后以一秒一下的频率 垫脚间运动这样子 就是你用自己的力量 来做沉山穴的按摩 因为这个小腿它的肌肉 是膀胱经在运行的动力 所以我们这个Bump 先做一个巡行的暖身 那第二招呢 就是你的掌根要捏你的后颈部 你可以手交叉 然后就是捏住你的后颈部 然后做一个往后放松的动作 因为膀胱经它在从头走到脚的时候 它是脚是一个Bump 然后它开始抽水的时候 你在这个脖子就是胶肌的地方 先做一个暖身的部分 让你的这个膀胱经也运行之后 最后一个就是启动你的命门跟肾书穴 命门就是肚脐对过来后面这个脊椎的位置 所以你就手插腰 可以就是前面对着肚脐 后面对着这个肾书穴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两个大拇指往后像这样子 就是对着你的肾书穴 它是在脊椎正中央旁开差不多两个指的指幅的位置 对 那这两个指幅其实就是膀胱经整个的走向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用揉按的方式 或者是用热敷垫的方式 同时中间这个命门穴也是要透过适当的揉按 它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水道通调会更好 我是可以吃完两个便当 炸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要逆流 我觉得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后我们这样子我们这样包起来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餐点 为时当内流的解决之道必看 睡觉必做的三件事 可主任我们先来听心意 你先浮稳我怕你昏倒 你听一听看他怎么吃的 因为我在演唱前其实有点吃不下 因为心里压力大 你要做准备 然后再来我觉得我吃了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会锁后 所以我其实演唱前三四个小时是不吃的 但是我唱完之后 大家都说唱课其实需要很大的体力 不是只有声带在用力而已 是整个全身的那个体力 所以我通常都是在演唱完之后 会暴饮暴食 所以以前我是可以吃完两个便当 炸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就是很坚守着吃饱这个原则 所以我觉得长期下来 我喂食道逆流 我觉得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要奉劝大家就是尽量 我觉得不要吃到 我就吃够就好 你吃了这一整碗的炸鸡 可以 然后又吃了一个炸排骨便当 再吃了一个炸鸡腿便当 一餐 林欣怡的喂食道逆流是吃出来的 主厨 请问这是多少人份的 这最起码要四个人吃的碗 四个人份的 你把它一次把它吃掉 可以 因为之前比赛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 然后上台演唱 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时间 就是等着吃便当 不过他后来有做一些调整 就是七分饱 而且他睡前三到四小时 不再进食 这正确的吗 对 其实我们睡觉前 有些胃食肠有该做的事情 可以保护他不要逆流 那最重要的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站着跟坐的时候 胃在下面 食道是上面 比较不容易逆流 因为重力保护 但是如果你躺下来的时候 基本上胃跟食道是平行的 这个时候胃的食物都容易 胃酸容易逆流上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胃啊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左边 左侧躺的时候 我们的人左侧躺的时候 胃在下面 它就比较不会逆流上来 像我本人 胃在这边 对 胃在这边 如果你左侧躺 东西就比较不会逆流 但是相反的 你右侧躺 它就像倒水一样 从胃酸啊 从食物上去 这个叫卧室养胃法 对 卧室养胃法 第二我们就是说 小兔打水漱口 这个我就跟美国医师学的 我们可以示范看看 当患者会觉得说 胃食肠要逆流 除了胸口会着肋感之外 喉咙会有异物感 酸苦感 怪怪的不舒服 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你胃酸 腻油上来之后 不是只有胃酸 还有所谓的胃蛋白霉 它会在喉咙 会造成不舒服 这个时候 我们用一汤匙的小苏打粉 那很便宜 一大包20块 30块 可以泡很多次 一汤匙 加到500cc的水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有些患者 它是放在水壶里面 怎么漱口呢 基本上 因为咽喉部 是最不舒服 所以我们都会 喝一小口 我示范一次 好啊 用小苏打水来漱漱口 这样 刚这样子 你可以漱漱久一点 这样漱漱久一点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地方 简化我们这边的 酸的环境 让它变成碱性 蛋白霉就不会造成 它的发炎 我想问 如果是盐8可以吗 盐8比较不一样 因为盐8不会简化 我们在测试 这样泡起来 pH值可以到8到9 所以是有可以简化环境 好 我要请心仪出场 上枕了床 这个要学皇帝 高枕无忧 可是我意思我不懂 就是说 这个如何摆设 先看看 我们希望这个角度 我们先看这边的床屋 这个角度 希望至少在15到30度 的这个角度情况 多少 15到30 15到30 对 看你的严重度 有些患者很严重 他就需要坐着睡觉 但是如果是很轻微的 像我有时候吃完饭 来不及 来不及就要午休的话 我就要垫高一点 如果你在家里面 没有这种斜的这种枕头 我们有些患者就是用这个枕头卷起来 垫在这个下面 让这个大枕头斜线 然后它就这样躺平 你躺上去 握躺 好 左侧躺 就是这样子 所以心里的胃在这里 所以它的东西 胃酸 食物 它就不容易直接腻上来 到喉咙 相对 如果你平躺或左侧躺 它就会容易倒上来 再来说 如果你很严重 你这样子都还不行 还会有腻油的感觉 你就直接 越垫越高 越垫越高 所以我刚刚有个病人 他就连床头都垫砖头 连床头都垫砖头 加这个还不够 还要床头垫砖头 所以这个是对患者来讲 是蛮重要的 预防卫食当店有的饮食 主角是在鸡胸肉 鸡胸肉便利商店就可以买 对 因为现在便利商店 其实很多健身餐 就是低脂 我们现在就是用 去拿便利商店买的一块鸡胸肉 我们把它切一小片一小片就可以 其实我们就是放一些生菜 今天要教这个叫做春卷 是 没有错 蔬食鸡胸卷 对 我们就先放我们的鸡胸肉 我们就把它分次放开 然后我放的这个是小糖果甜菜 它的颜色很漂亮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要帮它配一点颜色 对 对 我们再放一点鸡胸肉 然后放一个小糖果甜菜 这个春卷皮是要先泡软的 对 我们稍微泡一下水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怎么泡 对 那我们就放一点我们的生菜 你要放什么生菜 其实都可以 对 那我们再放一点红萝卜跟芦笋 好 那我们就放一点点的 盐巴就可以了 盐这样放的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意大利香料液 增添它的风味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看它怎么包 看猪大侠如何包 对 我们只要先把两边 先把它折起来 折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下面 再把它往上包 我们把它卷紧 卷紧就可以了 对 我们最后卷起来 它就是看得到我们的红色的地方 好透明好漂亮 对 它就是很透明的 那你也可以包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在泡水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水里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水里 大概泡个10秒15秒就可以了 它就会软 所以它的材料就是越南春卷皮 是 没有错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会怕没有味道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就放一点点巴沙米果醋 然后我们也一样会加一点点苦茶油 因为其实我们的生菜 如果你没有放一点点我们的油的话 它吃起来会比较干 比较澀 所以我们就会放一点点油 那我们只要这样把它摆好 然后一样一点生菜 那我们要放什么其实都可以 你如果不喜欢吃生菜 你想要放米线啊 其实也可以 所以苦茶油你说它的重点是如何来处理 苦茶油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巴沙米果醋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棒哦 对 那我们这样子 我们这样包起来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餐点 自己在家动手做 是 没错 那我们这样包起来其实它就很漂亮 对 对 好棒 好棒 我请教的是院长彭医师 要提供一个食料方叫平胃散 如果说睡前吃太饱的话 或许我们也可以来使用这一道方子 所以有的人就是吃太多 你睡觉你一躺下就胃气伤 你就咳嗽不止 或是平常会容易觉得胸闷 或是心悸的时候 我就推荐可以吃这个平胃散 那它这个成分里面就是有这个厚破 橙皮 然后苍竹 去湿的 制干草跟棗 那如果说胃寒 就是容易会觉得胃很冷 然后四肢容易怕冷中的女性体质 你可以再加一些姜下去 那一样的 橙皮跟橘皮就是折衣 如果橙皮味道比较重 你整个汤喝起来会觉得 有点像中药味的时候 把它换成橘皮 那整个就会变得很清香 像花果茶一样 欣宜要开演唱会 听说这个曲目是最高机密 曲目是最高机密 而且这一次有很多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要唱的全部是 夕阳经典英文歌曲 那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 尝试全部都是英文的方式演出 所以是在5月15号 星期六晚上7点半 在台北星光3月A116楼 四层香是Summer in Time 夕阳经典歌曲的演唱会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 我们会带你回到70到90年代 70到90年代 好的